晚上好 我是嘉慎 欢迎收看4月5号的百革大事迹 首先有国内重点新闻 首相纳吉昨天说 如果华裔在来届的大选不支持国政 他将会无法一时保留部长职给华裔 这番言论一出 借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少争议 而马华总会长廖宗来更有感而发 在脸书发文说 过去两届的大选 马华遭遇失败 导致华裔再朝的力量变得空前薄弱 影响了多元体制的平衡 使得种族沙文主义和宗教神权主义崛起 他说 在面对种种的政治演变 华裔选民手中的倚票变得举足轻重 而华裔不支持国政的滑稽政党 等同于放弃了华裔在内阁的代表权 这对保障华裔的权益是严重的开倒车 也是华社的困境 接着让我们来换个焦点 大学脚步逼近 以前首相敦马哈迪为首的土著团街道 今天正式遭到社团注册局下令 暂时撤销注册 对此西蒙表明立场说 将会入禀高庭 要求宣判社团注册局藐视法庭 因为西蒙早前已经启动了法律程序 要求法庭预令社团注册局通过西蒙注册 但结果至今还没有出炉 该党总秘书沙鲁丁也表示 虽然目前尚未知道这项消息是否会影响党务 但他强调该党不会因此暂停斗争 反而会继续走下去 土团党也将会批公正党旗帜上阵的来届全国大选 另外土团党政策及策略局主任胡斯莱坚也透露 政府使用这样的手法 只会让人民的焦虑指数倍数成长 另外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今天宣布 行动党同意在来届的全国大选 在大马半岛使用西蒙的统一标志上阵 这是行动党首次没有使用火箭标志在大选上阵 不过沙巴和沙拉越将不会受到影响 至于会使用哪一个成员党的标志 敦马将会在明天柔佛巴西古当召开的大集会上揭晓 不过行动党赴财政尼克敏就有透露 西蒙可能会同意用公正党的蓝眼标志上阵 新中日报引述消息指出 虽然行动党有信心 选民和支持者都会愿意接受 使用蓝眼旗帜出战的安排 但此举确实让该党基层和支持者出现了一些反弹的声浪 也担心可能会因此流失了华裔铁票 到时候可谓得不偿失 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看 新中日报副执行总编辑林瑞元怎么说 西蒙做出这样的决定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让显民有更清楚的选择 不会困乱 第二,可以避免火箭的挡灰影响到马来显民 因为一些甘榜人民抗计火箭 意料蓝眼标志可为行动党 增加几个巴仙的选票 但是行动党不采用火箭标志也有坏处 包括行动党的支持者会感到困扬 因为年长一倍只扔的火箭标志 所以行动党决定在东马采用火箭标志 况且东马险区的显民并不排斥火箭标志 接着让我们把焦点转向国际 菲律宾政府宣布旅游圣地长滩岛 将会从26号起封岛半年 以整顿当地的环境污染问题 根据媒体报道指出 长滩岛因为岛上违章建筑 以及商家直接将污水排入大海 被总统杜特尔特批评 这个度假道已经沦为了化粪池 在封岛期间 只有岛民可以出入 同时政府将会为暂时失业的岛民安排生计 根据官方统计 去年有超过200万名的旅客到访长滩岛 其中中国是最大的客源 最后有余了消息 歌手2018即将进入决赛 即早前Jesse J请来了Exerine 当帮场嘉宾之后 华晨宇也在微博宣布 邓紫棋将会担任她的帮唱嘉宾 随后还上传了一段自弹自唱邓紫棋泡沫的影片 而邓紫棋也在微博上传了一段 清唱对方歌曲 我的滑板鞋的影片 引起了大批网民狂赞 不少的歌迷更表示 期待两人的合作 这是邓紫棋相隔四年之后 重返歌手舞台 两人的同台飙高音 让不少人期待 到底总冠军 花乐谁家 尽情留守13号的总决赛 今天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